最近翻菜谱看到一个烤燕麦 感觉又香又脆的一定特别好吃 而且用来当零食或者是便捷的早餐 都是不错的选择 看起来并不是很难 于是我打算也做一做 顺便再录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聪明才艺 但是非常巧的是 我非常完美地记录下来了我三次失败的过程 那接下来就当个故事吧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第一次烤出来的 一坨一坨的还有些黏黏糊糊的 这是因为我没有放橄榄油 而且还加了一些水 所以烤出来就坨坨的坨在一起了 而且似乎很实称呢 送给隔壁乖巧的小孩 他一定可以吓哭 第二次我自以为吸取了足够的 经验教训 意思加入切碎的坚果 红糖 橄榄油 并且没有放太多的蜂蜜 烤箱预热五分钟 每烤十分钟打开翻一下 第一次开烤箱 第一次开烤箱 不错 没有任何意义啊 第二次开烤箱 好的 又糊了 我觉得我现在仿佛在掏炉灰 蜜蜜梅和葡萄干都烤成了碳色 黑得非常彻底 所以我觉得可能加了水果干就会烤糊吧 于是第三次 我决定只加坚果 买来的混合坚果就这样挥霍掉了 只能加杏仁了 燕麦还有剩余供我继续挥霍 通过前两次的失败 我加食材的速度也快了很多 人在碎的时候 就连烘焙纸都会和你作对 果不其然 它还是糊了 就在我准备扔掉的时候 我仔细分析了一下它们 其实没有烤糊的部分已经变得又香又脆 而且还蛮好吃的 说明我其实已经成功一半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何防止燕麦被烤糊 最后我发现 问题出在烤箱 我家的烤箱太迷你了 根本没有上下火之分 离着燕麦都很近 别人用大烤箱烤十分钟翻动一次 我也十分钟翻动一次 我不糊谁糊呢 好了现在可以扔掉了 当然对于做饭永不言败的我 在第二天下班回家之后 又开始了第四次的尝试 但是我还是被赶到了厨房 因为昨天弄了一屋子的糊味 但是这次我成功了 步骤还是那个步骤 跟之前都一样 当然我会把详细的步骤 写在下面的文字中 我基本上每隔一分钟 都会打开烤箱翻动一下卖片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我打开这个烤箱门多少次了 这次烤出来的麦片火候刚刚好 其实真的挺成功的 我想说这个视频其实不是一个教学视频 其实是一个我探索美食的日常 每一次剪辑流畅的视频背后 可能都会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失败 但是哪怕面对那么多次失败 我也不会轻言放弃 因为这个就是我最热爱的事情呀 通过这三次失败 我也总结出了三个道理 首先看起来再简单的是 我都有可能失败 不要自大 但也不要气馁 其次每个厨具都有它的脾气 要学会和它们好好磨合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需要一个大一点的烤箱了